各位未来粉们记得追踪IG以及粉丝专页搜寻未来男友力 缘念非常重 然后这边是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像哀嚎神 两边都很总之能量不一样 不是人的骨头 我画很接近 他还在这附近很害怕动物 什么动物就不讲了 动物林有一般的顾问夜鬼 你有带罗盘吗 有今天一样有带 拿出来拔一下 蛮稳的嘛 其实正常我们在看 拿罗盘出来看 你除了看风味之外 一般风水或是说五行学术 他们是会去对这些天干地支 中国传统那套我没学 我没办法跟你教太多 你要自己去查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通常罗盘 因为罗盘都是我经过墙尺的 不管这个地方磁场在怎么强烈 有些地方天然地磁墙 在我们拿出来到它完全定之前 它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乱的 有可能因为你晃动 有可能真的磁场比较强烈 我们去判断这个地方 它的磁场乱不乱 是在看说 它从晃动到定大概经过多久 如果越长的话 代表说这边干扰会比较大 不过通常 一般人他们要到 可能比较山区 或是说比较强烈的废墟会这样子 那这个先 请你先搬帮忙 等一下如果有特别有晃动还是什么 你再讲一下 好 各位我们现在 要往刚才师兄说 怨气很重的地方走过去 然后 今天来给我的感觉 真的 特别的不一样 然后 也不知道怎么形容给你们听 反正就是 觉得 这一个位置 好像有做过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 蛮负面的那种感觉 一个情绪的感觉 整片 地上全部都是啊 跟上次啊 跟上次啊 一样 上次有这样吗 呃 诶 我们距离上次啊 应该有一年多了吧 有 但是这次感觉比上次多 妈的没品 谁这么没天良 像是这样 难过来这边整个一直 就怨气很重 怨气中是一回事 什么怨气没看过 可是这边主要看到的是 感觉到都是 他们在哀嚎啊 在求救啊 在求救啊 没事 没事 不用怕 这边的都很可怜 不用怕 他们在求救啊 这边应该有第几组吧 有地主 在这边 他们应该 我记得没错 他另外一边是拜好兄弟 跟好姐妹 刚好是在这边的正对面 正对面吗 对 在对面那一边 等一下这边我会做一个超度的 超度的仪式 先让这边的 那边有声音 嗯 我也有听到 在这里 这边里面 不止很多啦 是这样 那一间不要进去啊 我已经看到我换手了 看到我起反应了 对啊 我是 我也认为那一间不要进去 不要进去是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 我在这里处理过什么东西 神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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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兄,露出了,有點肩膨笑,有什麼意思? 沒有啊,就有比較白目的躲在裡面,就把他設個結界讓他在裡面 所以練,你剛有感覺到裡面有東西齁? 就在那個房間裡面 你就是感覺到有東西而已,還是有其他情緒或畫面? 有嗎? 我有感覺到裡面有東西,但是我還沒有辦法很明確知道說 他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個還沒辦法那麼快 可是我就有一種下意識就覺得說不要進去這樣 你像會有這種感覺嗎? 我們人是動物,會有察覺危險的本能 那當你察覺到危險的時候,你自然而然,你自己會想要去退避 這也是潛意識的求生行為 會怕是好事 會怕的才有辦法生存就 因為會不會遠離危險 去那裡,好OK嗎? 就覺得,剛剛那邊那個地方 就是你說,你叫師兄不要進去那邊 我覺得那邊很毛,背都會整個發亮 好,有地主喔,等一下喔 Laku Senpala,Laku,Sato,Laku,Sansiri,Sansiri,Taniri,Taniri,Taniri,Song 嗯,我有帶香 香可以喔 上次我老的時候是看上面有用那個香菸啊 對對對 因為有的人出來他們不一定會帶香菸 不一定會帶香 這個形體更完整了 先不要追究了吧 因為,大概看也知道是什麼 是一種,是一種情緒好像有點激動 我媽的死沒天亮 你現在,你現在淋濕它一下子好 你看你會不會有什麼其他的感覺 欸,師兄 嗯? 它好像本來不是在這個位置 你的Fu嗎? 嗯 你是有畫面還是 就是,有一個感覺 感覺它原本應該是在裡面這邊被揉去 欸,你媽爸來看一下 欸,你媽爸來看一下 你一樣的啊 在這邊處理的啊 在這邊處理的啊 為什麼 嗯 有一個小桌子 有一個東西可以放的 餐桌啊 嗯,電一塊不定就可以了 你三年來也不是毫無成長嗎 可是像這樣子其實是好 有好有壞 因為,壞的話就是有時候你太順 的確我們要相信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在訓練自己的知覺 可是如果說你遇到 像我們有時候遇到 摩西南那種的 它在欺騙你 迷惑你的時候 你也會以為那是你的知覺 嗯 所以怎麼分辨真的是 經驗啦 這真的要靠經驗 嗯 遇到是沒時間給你分辨啦 嗯 就平常基本功要扎實了 你平常打坐啊 持咒冥想這些就很重要了 嗯 KIN 你幫我拿攝影機 我拿箱 這邊其實 可以持咒 也可以不用持咒 有些人會覺得說 啊,你在拜何兄弟 你在持咒 沒有,有時候我們持咒 你把頻率跟你的主持人 拉近的時候 其實 會有助於放大你自己的感知 並不一定說 對他們是不敬 嗯 想給你啊 想給你啊 我剛進來照會過來 好 不要說來了 嗯 因為這個排位主要就是這一帶 所有好兄弟 有點算這邊的蠻英功 講靠近其實不太對 要講他們回到這裡來 我剛才不是跟你說 我現在不是一直在流汗嗎 嗯 我剛才走進去 是在起雞皮疙瘩 真慘啊 你在逛的時候 其實 很快 嗯 呃 因為這個排位 它等於說是這一帶 所有好兄弟 對 那你一逛自然他們可能覺得說 啊 他們會感知到有人在對他們上香 回到這裡 哦 之前我是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說這個地方 它可能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他們才會特別 立一個排位 因為 照理說廢棄的地方 不太應該 應該 不是 沒事 應該是 有上香的關係 沒事 我這邊順便跟他們恭請一下 等一下 這邊要做一個 小型的超度 走 你現在就像新生兒一樣 探索 因為新的感知 可能新的感知 慢慢開啟 齁 有點像在探索 呃 想要探索這邊有沒有什麼 記住要遠離危險 順著那個本人去 側封 你今天有帶髮器吧 有 那等一下髮器可能要跟你接一下 順便跟你講一下這個髮器 到底該怎麼樣 哦 在這裡嗎 在這裡 好 什麼 神器 做工嗎 做工 能量 加持法門 基本上這是什麼 你知道嗎 課金玩家 然後高等技術玩家 的差別 你現在就好像說是一個 課金的初心者 拿著一把99等的神裝 對 你也沒辦法去發揮它完整的 那個力量出來 這很正常 這也需要時間 所以髮器 髮器也是會跟著使用者去相呼應 然後待會你要做事就很簡單 持你八卦主持的照 它是一個圓嘛 把你們兩個剛好給籠罩住的 等於說 金是在你的那個八卦裡面 用觀想的 然後 待會我在做髮的時候 可能 這附近的磁場會變得比較亂 更旺盛 你有可能 感知會放大到 你會去感知到他們的情緒 或他們的一些想法或記憶 不管感知到什麼 專注記得一件事 想八卦主持 專心持奏 保持心定 這個叫基本功 嗯 修行其實很無聊 就一直在練這個而已 就是肚子 也會帶走 你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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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穿著 你穿著 綜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